哈喽大家好,我是STC英国教育观察Stanley 这几年因为营败率越来越低 再加上英国政府相对开放的一个政策 让国际的毕业生有更长的一个时间 最多两年的时间是可以毕业后留在当地找工作 或者做一些实习,甚至是更进一步的进修 再加上这几年出国留学的年龄有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 很多的家长会让小朋友在高中、国中甚至国小这个阶段 就提前到国外来衔接这个国际教育 那也因此除了美国之外的国家选择 也就逐渐被受到重视 其中又以英国是被受到大家欢迎最热门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英国所有的教育阶段里面 又以硕士是大家询问度最高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三个大方向 包括为什么要到英国读硕士 以及你需要准备什么来申请英国的硕士 以及何时开始申请英国的硕士 来带大家看一下到底申请英国的硕士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以及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准备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料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申请的时程 那么在英国申请硕士呢 跟申请大学比起来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在英国申请硕士 没有统一一个申请的时间 有一些学校它是特定时间 会开放给学生来申请 那有一些呢 它是一整年都开放学生提出一个申请的资料 那么有更多的学校呢 他们是用先到先省的一个方式 鼓励同学提早来提出申请 当他们收到一个足够的数量之后呢 他们就不再提供学生来申请 那么所以啊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同学 越早申请啊 你拿到好offer的机会也会越大 那我们以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时间的概念 跟大家讲进 那么我们以2022年的9月要入学为例 那么你在2021年的时候呢 到2022年这一段期间 在哪一些阶段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解 那么首先啊 第一个阶段呢 也就是在你申请课程的前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2022年的9月 你最好在2021年的暑假或者更早之前呢 就开始来准备你的一个资料 那么通常啊 我们会建议 你可能暑假之前 大概4到6月的这一段时间呢 你可以开始上网找学校的资料 包括他们的入学门槛啊 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 强项的一个科目 或者他的排名啊 或者他的所在程式 这些都会影响到 你适不适合选择这间学校 或者说你必须准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料 那么在4到6月这个时间呢 你可以好好的来研究 那么来挑选出 几间学校或者几个科系 通常我们会建议大概2到3个科系呢 来锁定你的一个目标 那么来准备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料 那么接着呢 在7到8月或者7到9月这一段暑假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说 我在英文部分啊 或者说哪些成绩部分啊 我可能还没有达到的 你可以趁这段时间呢来补强 或者是说你如果要申请商学院啊 可能需要一些GMAT的一个成绩 那你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呢 把它准备起来 那么一到9月的时候呢 当你在前院的暑假这段时间 把这些东西准备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提出申请 那么在9月提出申请之后呢 大概一般两周的时间 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呢 你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学校的一个通知 通知你说你可能有通过第一阶段啊 那要再邀请你来面试 或者是说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考试啊等等的 那么在9到12月这个阶段啊 你会陆陆续续收到通知 或者去开始做面试 那么大概在圣诞节前后呢 你就会结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开始到2022年的1月啊 你就会陆续的收到学校的一个录取通知 那这个录取通知呢 有分成好几种 一种呢是无条件的 所谓无条件的录取通知呢 就是你各项的这个标准 都达到学校的一个要求 那么他们呢就会无条件的 也就是说我正式录取这位学生 你就是正式拿到这个学校的offer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有条件的 所谓有条件的呢 就是你可能在英文方面啊 或者在什么成绩方面啊 你可能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 但是差的没有很多 像是雅思可能他要求7分 那你只有拿到6.5分 那学校呢可以有条件的接受你 他先给你一个入选许可 但是呢你必须在学校要求的时间之前 把这样子的成绩补好补满 那么提供给学校 他们就会再合发一个正式的入学许可 入学通知给你 那么还有一种呢 他是要再做一次的面试 他们可能觉得之前的面试呢 有一些东西啊 他们没有弄得很清楚啊 或者是在某一些 你提出的申请资料上面 他们还有一些疑问的 那么他们可能会邀请你 再跟你安排时间呢 再做一次的面谈 那么他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跟结果呢 来评断他们是不是要收这个学生 那么最后一个当然 比较失望的就是收到一个没有录取的通知 当然这个很难避免嘛 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有很多的一个名校 像牛津剑桥伦敦大学这种 是世界排名前十名的这些学校啊 那么很多时候啊 他们每年接到的一个申请数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也因此啊 有可能在这么竞争的一个情形下面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收到学校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那么当然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就非常的难过 也刚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呢 有礼貌的来询问这些招生委员 自己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做一些加强啊 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是你之后 在再次申请学校 或者是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呢 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 接着呢 当我们了解完这些申请的时间的一个规划之后呢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你必须准备什么资料 那么在英国申请硕士啊 主要有三个东西呢 是必备的 一个就是你的个人简历 也就是你的自赚 那么自赚这个方面呢 通常会比起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需要更具体更详细的来去描述你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学习经验啊 或者说你有一些工作的经验 那么透过这些东西呢 来展现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特质 去连结你未来想要申请的一个校系 那么主要啊 是要让教授了解说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呢 是适合进到这间学校或者到这个科系来就读 或者说你在过去的一个工作经验里面 你发现哪些地方是你欠缺的 那是可以让你继续到学校里面 或者到这个科系里面来进修 那这个呢 是你在申请学校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成绩跟英文能力 那么成绩呢 通常学校会要求你提出大学四年完整的一个英文版的成绩单 那假如你现在是大四你在申请硕士的一个课程 那么至少你也要提出截至目前为止 你所有的一个成绩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英文方面呢 如果说你在英文方面可能 差了学校的要求的门槛这么一点点 但是其他所有的要求呢 都符合学校的一个门槛 那么学校评估之后也愿意收这个学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录取通知 那么你必须在限期内把你的英文成绩 达到一个学校的标准 那么如果说你所有的一个提出的一个资料呢 都是符合学校的要求 然后再加上英文在你申请之前也都达到学校的一个门槛 那学校评估之后愿意录取你这个学生呢 那么你所收到的这个录取呢 就会是正式的一个录取通知 那么第三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读书计划 那么读书计划呢 主要就是要展现你申请这个学校的一个动机 包括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科系啊 那么以及呢 你可以利用过去一些学习的经验 工作的经验 当中你所得到的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你是有兴趣继续往这个领域去发展的 那你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去研究什么东西 那么以及啊 这些东西呢 未来对你在更后面的研究啊 或者是未来找工作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 这个东西啊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很多时候啊 是决定你可不可以接到学校录取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 要非常认真地来写这一块 那么详细的内容啊 我们之后也会再做更多的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 让大家了解 在读书计划这一块可以写些什么 那么 除了这些之外呢 推荐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必备的一个要件 那么推荐信呢 通常就是两到三封的一个数量 如果说你过去有一些工作经验的话 你也可以请你带你的主管 或者是了解你的主管 帮你写一封 那其他两封呢 也可以找你认识的老师 了解你的一个学习动机 学习目的 学习目标的这些老师呢 来帮你撰写这个推荐信 那这个呢 很多时候也是帮你加分的一个项目 那么如果说未来你想要走的是艺术相关的科系呢 他们可能还会要求要提出作品集 那也透过这些东西去了解你的能力 也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风格啊 是适合学校的 那么 所以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你在申请学校的过程里面呢 你必须要准备的 那么当然 可以提出越多的资料来组振你的一个能力 跟你的一个经验 当然是越好 那么如果说同学对于资料准备下面有更多的问题呢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到英国读硕士 这几年来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当然第一个就是时间短 这个我想大家都 多少都有听过就是 在英国大部分的硕士呢 你只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相对的你所需要的学费呢 也就不会像美国要读两年来的这么高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其实英国的这个学校啊 他们的排名很多都是非常的顶尖的 甚至是前十名的 包括牛津剑桥 还有伦敦大学的 某些学院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的表现啊 其实相对的它的国际认可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不管你未来是要留在英国 甚至到世界各地或回到台湾 你的学历你的这张文凭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再来呢 在英国呢 他们很多的科系的分类是非常细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可以 往你更专精的一个领域去发展 那么相较起 只是一直读一些比较通事化的一些概念 你可以加强你在特定领域的一些知识 那么对于你未来如果想要从事比较专业的工作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毕业後找工作的这个优势 那么你有更多的时间 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或者更多元的一个选择呢 是可以让你待在英国来求职 或者在英国也有地利之变 你可以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去提出申请 去参加面试 或许你未来也有机会到欧洲各地去工作 那么最后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申请不管任何学校 不管任何的学程 你都要提早的来申请 越早的来申请 你也不会这么的慌张 那么你所可以准备的资料也会更多 对于你在申请过程 对于学校在评论学生的过程里面 也会更加分 当学校看到你准备的资料是完整的 那么当然他们越有可能二话不说 就录取这位学生 那么所以关于英国的硕士 如果大家有更多想要跟我们咨询的内容 都欢迎直接私讯给我们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那么今天的主题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希望我们下次还可以带给大家更多 更详细更丰富 有关英国留学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好那就这样 拜拜